能就是一个是一个 能就一个是一个 记住 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的目的是好的 手段必须坏 你们他就不会坏 再牛逼再聪明的人都要接受训练 你要做引导的 就是人不被引导就被人引导 你不去引导别人就会被人引导 就是现在你在这个家里面 你是看的比较清晰有理性的 而且知道怎么玩的 结果被一个菜鸟把控着这个节奏 就是因为嫁给自己的偶像 喜欢崇拜的 对 为他赴汤蹈火 付出一切非能够活 关键是他在乎 我们俩不吵架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好的 废话 他照顾也提供情绪价值很丰富 让我觉得 二婚这么简直是幸福死了 但一吵架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在我的角度都是他做 都有工作吧 有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投资人 就等着分会吗 什么意思 他每天很闲 对 然后我很忙的 我是一家公司的总经营 你俩不在一个层面里面 他就是 他俩就是个该溜子 出击倒把的 该溜子 我可能是那种按部就班的 他是出其不意的 这可能也是他吸引我的点 但是也是我们俩类的点 每次吵架 几乎要么我最近工作很忙 要么因为我出差 没有 然后就这种人要么就运气好 要么死阴沟里面没被你发现 所以你找了一个心理很准 所以他自己的心理上有点优势 人啊就是一旦发了个快钱 发了一笔横财 我一飘就在这里 因为他自己是幸运儿 对 他老想控制我 然后他今天很生气的点 他姐夫约他吃饭 是先约的我 让我跟他说 他就觉得 咋的 我是没人约我吃饭了 别人约我要通过你 他会很计较类似这种点 所以我认为 你们俩现在到了什么地位了 就冷战了 然后今天他被刺激了 对 今天他被刺激到了 他说你不是要离婚吗 我成全你离 我以后就带着女儿 一个人过就得了 怎么怎么找 我认为你的心智啊 是怎么个情况的 爱之深恨之切 完了还带过他 带嘴炮功能 你的被动属性就是 开展嘴炮 我嘴很硬 心很软 一点出息没有 傻子 行动很嘴少 少说一点 我认为我是给他面子 但是太累了 都想伺候了 对 但是我就觉得 我内心深处是想要个家的 就你觉得他合适吗 现在看明白了合适吗 你觉得 我觉得理论上讲不合适 感性上我还是不是很想放 现在应该是有40%想放 是这样的 一个男人如果不太重视你的以后 他不会把你的任何的情感 当成正向的反馈 他反而是一种复向 你观察一个男人 如果你已经跟他撕过吵过 甚至你在他面前哭过 你观察他 如果他对你接下来的行为无动于衷 甚至就是 他先忙讨他的 然后再出来骚扰你 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小孩 对 他内心就是这样子 他之前我们吵完架之后 他跟我复盘 他说过 他说对他来说凡是控制不了的 一律不要 然后他说他不想放弃 但是他绝不怕放弃 因为他不会服软 你看逻辑上是什么呢 他现在他是在高位 你在低位 你要扭转乾坤的话 我认为你把这个 你就减少跟他的基础 冷战 是对的 因为说白了 你在找平衡 你现在不跟他说话 或者说你闭嘴 或者说你忙你自己的 说白了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吧 对 我最近的处理方法 就是我不再哄他了 我就以冷制冷 我工作该忙忙 然后下班我去练普拉提 我去上课 然后他就会觉得 你当这是旅馆啊 起床就上班 回来就睡觉 他又发疯了 就是说我不理他 他不那个 他又要来刺激我 就这种 然后把我刺激到了 让我发现 我真的生气 我真的要离开了 他又开始来逗你 就这种 就神经病一样 他以前有过抑郁症 这种人很极端的 他今天晚上给我发信息 他说我知道我很极端 就这种 就是我知道所有问题 但我就是不改 这种人很容易极端的 嗯 你怎么看上这种人呢 我死掉成皮啊 我觉得自己就是 就是犯贱 我所有前人都是那种 我甩别人 我觉得现在是报应 对 怎么处理 所以我我第一次联系啊 我就想说你站在客观的角度 给点建议 我真的 完全是cpu的转型 被cpu的转型 对就是那种 对吧 他看不见我的付出 觉得我照顾他女儿都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 我今天晚上跟他说 如果我儿子在这 你不一定能做到这一步 哎 以后这种话就上书了 我就是嘴巴上要 我觉得我一定要 你看你就是想搞点优势 要说这种话 看到我的博弈课 好吧 嗯 就是你的目的 如果我们确定 咱俩密谋 要离开这个大人 手段是要去做捧杀的动作 嗯 绝对不是来刺激人的 嗯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 如果我们等待时机 我们寻找机会 等他爆发 比如说他露出来了 比如说你发现他一些罪证 这个时候你却下得了台 你是很悲愤交加 我对你这么好 实际上就是你做局 做的局 嗯 这都没有任何 你现在就很多东西没想 现在该想了 嗯 对吧 所以还是往分的方向去弄 对吧 你先做好分的准备 看他有没有变化 他如果珍惜你 他能改变 有可能会改变 如果他不珍惜你 他只是给你在你面前 演演戏而已 就说心意到两端 一个人很难改变 对 我不太记希望 因为他爸跟他妈相处 就是这种模式 我觉得家庭的影响 还是比较重要 而且有一个点 他在家里面POA 我在外面 他老跟别人夸我 觉得我多优秀啊 多厉害啊 怎么怎么样的 但回来他就会容易 他这样说 他今天发信息 他也提到 他说在外面 别人叫你沉重吧 叫飘了吧 回家你就是个女人 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是的 老公 做数不了 这不还不是你吗 这么大 嗯 直接上嘴 反PV 嗯 撒娇 好 那我知道了 嗯 这还是 然后你怎么要做的死 就 这个撒娇是一种 在表演里面就是 你不要故意去拍他 拍他哪屁 用嘴来 让他觉得自然 这个我是在庭里面 我会分享 就是如何去撒娇 然后不要让男的觉得你恶心 这是一个技巧 我撒娇 我觉得我自己恶心 对 你不是让你说 哎呀不是 我不是那么夸张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表达 比方说你的性格比较刚烈 就是说 你要彩排的 这东西 就是在外面把你叫 叫陈总车子交飘了 那还是因为 来把我水拿一下 反过来 加一点花火 让他指挥他帮你干什么事 撒娇是让他去指挥他干事 你不会操控 来老公你帮我拿瓶水 这还不是因为有你在吧 你帮我拿瓶水 我够不着 指挥他 潜移默化 像训狗一样 嗯 你都懂了 不会的 我好像听懂了 但是我指定不会 我会觉得理论上 我训练你去训练他去 我训练你去训练他去 要不然没好下场 你想看 就是纯粹的 没有技巧的 不带目的性的动作 和行为和语言 你有什么好下场呢 好像就是这样的 人是要被训练的 我再强调一遍 再牛逼 再聪明的人 都要接受训练 你要做引导的 就是人不被引导 就被人引导 你不去引导 别人就会被人引导 就是现在 你在这个家里面 你是 你是看得比较清晰 有理性的 而且知道怎么玩的 结果被一个菜鸟 把控着这个节奏 就说刚才打游戏 你是高手 99级满级的 他他妈一级 你被这种人 傻傻带着节奏走 你会好下场 你现在反过来 带着他去 带着他去溜弯去 我以为爱他 好像就是听他的 后来爱他 好 谢谢 我大概知道了 老门 能就是一个是一个 能就一个是一个 记住 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的目的是好的 手段必须坏 你们他就不会坏 你们的秉性 我们说在座的 各位直播间的 各位女同学 你们秉性哪个是坏的 没有 我觉得很少 天生什么绿茶 渣你就奔着前去 很少很少 这种体质的 不多的 他得多穷 说多大刺激 才会对人性 就是那么极端 绝大多数同学 就跟这个姑娘一样 心直 口快 没有遮拦 没有手段 目的都是好的 都是家庭需要幸福 需要沟通 但就是没有一些技巧 没有一些套路 没有术 那么这样的话 长此以往 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你的愿望 你希望是好的 但是你的行为 没有办法去落地 久而久之 你就会变成一种虚无 就是有点抑郁的前兆了 就是你长期 没有一种手段和措施 满足你的想法之后 你就会开始图思乱想 就开始容易焦虑 容易情绪失控 所以你需要我的 你们需不需要我 你们需不需要这个666 我问问你们 目的是好的 手段必须坏 否则就两头不当 你目的是好的 你还要对他好 结果是坏的 你目的是好的 手段是恶的 目的就会好 你目的是坏的 手段必须好 听明白了吗 实际上你现在对他好 就是纵容他 结果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好的变成坏的 因为你们的数用错了 因为你喜欢一个人 就会纵容一个人 你美其名曰叫包容 叫忍让 错了 这不对 因为我们长时间被奴化 所以有些措辞啊 就有的时候稍微改动 这么一下子 我们就把自己给说服了 听懂了吗 实际上是不对的 我教你们这个逻辑 是纯粹的博弈逻辑 记好了 没有什么包不包容的 你就是干不过 就是你把自己忽悠瘸了 你给自己贴了一个善良的标签 从此爱无天日 好人的标签 永远不要给自己贴 你在内心里面 一定要觉得自己是个坏人 但是你不作恶 那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个好人 绝对不是说 我想作为一个 我是一个好人 人畜无害 那对方觉得你是个傻子 谁都欺负你 到最后呢 你就被CPU了 精神控制了 就变成奴性了 奴化 就是害怕失去 就什么叫做奴化 你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害怕失去 所以害怕改变 因为害怕改变 你就容易害怕失败 因为害怕失败 所以你又不想改变 好 阶层就固化 一个奴隶就出来了 精神奴隶 听懂了吗 那他对你又要挡用 今天他不打你 你不舒服 他不骂你 你还觉得缺了点什么 就变成斯德哥摩综合症了 反向操作啊 就是遇到这事 我不下去 我没有暴露心 我就牙还牙 一血还血 但是我得有手段 就这么简单 让他知道疼 如果你们不懂职场 或者说情场的逻辑 欢迎同学们派我的 人性的博弈 社群 这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库 很宝贵的经验 我来说